美国海军新闻网站8月9日报道,驻日美军第七舰队司令部,日前突然宣布,该舰队的大部分军舰已仅及时出位于日本横须赫的海军基地,向南驶向冲绳周边的东海附近海域, 目前包括里根号和动力航母在内的十多艘作战舰艇都已经驶离港口,第七舰队为何突然清朝出动,随后美军主动公开了谜底,据报道,目前今年的第13号台风山山,向日本本周岛地区移动,中心最高风速达到11级,在9日白天横扫日本本土,而横须赫基地就处在台风移动的必经之路上, 这样一来,即便是全球第一的美军也无力抗衡台风的威力,只能暂避风芒出海躲避了据报道,这已经是日本这两个星期以内第二次,遭到台风的袭击了, 7月底12号台风穹打里,就横扫了日本部分地区,但当时只稍待波及了横须赫军港,因此美军也没有在意,而此次面对直冲而来的暴风雨,第七舰队在里根号航母的率领下暂避风头, 据报道,除了里根号和动力航母外,目前本福德号、阿提坦号巡洋舰、斯塔森和迈克坎贝尔号驱逐舰都已出海, 而之前遭到撞船正在维修的迈凯恩号驱逐舰,就没有这么好运了,只能在港口内迎接台风的考验, 据报道,历史上美国海军曾多次遭到台风袭击而损失惨重,在大自然的巨大威力面前,即便是全世界最为强大的海军都无能为力, 美军式专家,表示,防御台风最好的手段不是硬扛,而是及时躲避台风的袭击,从美军的部署来看, 虽然里根号航母,号称能够抵挡12级台风的冲击,但这是最理想情况下的水平, 在实际情况下,必须要考虑航母甲板上的舰载机以及各种暴露在外部设备的安全, 因此里根号航母也不愿冒险留在港口,而是果断出海避难, 在此之前的今年6月份,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南部海域,执行所谓的自由巡航时, 曾经遭到第八号台风的袭击,以至于美航母不得不紧急中止了原定的军演, 全速撤离到西太平洋的安全海域避险,直到不久前才返回横须和军港修整, 然而没过几天就因为又一次台风的来袭,而不得不再次出海, 而因为维修等原因,不得不留在港口中的蓝领号指挥舰等多艘主力作战舰艇, 就只能不断增加气泊的绳索,等待台风暴雨的考验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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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